親愛的師長、親愛的親朋好友 以及畢業生們,大家好 我是黃慶宇職業衛生研究所的畢業生詹日婷 很榮幸能擔任1060年度研究所畢業生致辭 相信台下的家長聽完我簡單的介紹以後 會有一個小問題 那就是,這是什麼? 你吃嗎? 那簡單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畢業後可以跑去職業衛生技師 除了可以在醫院工作 還可以進入與我家長上網的台積鏈工作 當然,這裡的台積鏈是台夜市麥高山的台積鏈 希望今晚的特備用品 不會多100篇貼文好多夜市和小車 而我們的工作主要在執行法規 像是最近一直修的勞騎法 並制定保護勞工的政策 以保障勞工的工作權益 以及工作環境 我們一起在養民的研究所生活 少了消耗大學階段的社團 很愛 電唱 素贏 等等瘋狂的活動 而是充滿了實驗分析 大學日分析 埋構寫論文 及反復的教授溝通討論 看似單調發尾 但研究所不就是要訓練我們 邏輯思考發掘問題 設定目標解決問題 由於嘗試接受挑戰的過程嗎 我覺得這跟我們的人生很像 面對盛行萬變的社會 隨時都有接受挑戰挫折 因此我們永遠要落實著 覺察改變與進步的心 讓自己更能適應這個環境 甚至去改變環境讓我們過得更好 接下來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真人真是 並改變成八點號版本 而這個故事我也相信 會發生在大部分的家庭 在寒假的同一天 媽媽看到我在家 就問 欸 比方寒假了 有空幫握人工保險 在廣東郵局嗎 此時我內心充滿許多小天長 我右邊的小哥哥說 欸 告訴他 你幫我寫論文 我就幫你抱腿 這名交易太划算了吧 但是另一邊的小天使說 你媽媽只是以為 研究所就是早上八點到校 下午五點放學 學校還有第八節加上指導課 一個學期三次段考 成績高於六十分鐘的畢業 唉 我的小天使 他媽媽一樣囉嗦 後來我的小天使是我的哥哥 他拿了一本這麼厚的書 告訴我媽媽 還沒經驗要畢業 他的畢業條件就是要寫出 一本跟這本一樣厚的書 大概五百頁 但我聽完以後 我小哥應該很希望我可以畢業 怎麼會有人的碩士論文寫五百頁 媽媽才明白研究所的盲目與挑戰 跟他所想的並不一樣 究竟是什麼造成我們與父母之間的哥哥 又要如何改善 我想逃去河南常說的話 真相永遠只有一個 那就是溝通 即將出社會的我們 在學校所學的專業知識可能用不著 但請不要害怕你權威者的溝通 再者也不要害怕面對溝通失敗 因為此時失敗 他也會成為你的養分 身邊的朋友也會陪你面對失敗 即走向成功 總之 唯有勇敢進行有效的溝通 並學會聆聽 才有可能釐清彼此的疑點與想法 甚至獲得更多的學習機會 最後 謝謝讓你給我的愛 並要謝謝愛我的人 即我愛的人 讓我站在這裡 我愛你 希望大家今天回去 都能勇敢的跟愛你的人 及你愛的人溝通 與在座各位市長及畢業生 共勉之 謝謝大家